字幕志愿者 李博信 第三位纪录片工作者何世音小姐 台嘎厚 大家好 她是客家子弟姊妹 但是她是阿公 所以世音小姐叫满三代 那我跟佐隆 我们叫满一代 我做梅酒 主席就是我做梅酒 所以我叫满一代 非常满 圆满 满一代 同意 同意 耶识馆馆长 为什么做台湾人在满洲国 我举个实际例子 蔡英文总统的令尊翁 蔡杰森先生 也在满洲国 太多太多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节目要做 请看这个题目 台湾人在满洲的生活经验 深深影响 不然怎么会有今天蔡英文总统 如果蔡杰森先生 没有在满洲国学到 修理汽车的专业 所谓的专业 professional的话 恐怕不会有今天蔡总统 所以为什么说 台湾人在满洲的生活经验呢 这也是为什么 不管是中央研究院 或者是电视台都要做 台湾人在满洲国 因为我也参与这个计划 我深有同感 这是当今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重新建构满洲国论述 叫做满洲国的实用与幻象 三世信义教授 也是近代东洋史权威学者 这如上一段 我们在谈 为什么日本走向战争 因为日本走向战争 才有满洲国 然后我们今天 像世音小姐满三代 我们也不过重新建构 战后台湾的日本记忆 我们再重新建构 战后台湾的满洲国记忆 不要忘了 那时候台湾人在满洲国 大约有六千人 其中有一千多人是医生 所以到现在 如果你到东北去的话 遇到那东北人 阿公阿嬷还说 为什么你们台湾人到处都医生 他以为台湾是医生岛 到今天还在影响 请东西我在请教三位来宾人 在我们这节目讲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满洲国 其实我们在建构 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家认同 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家认同 满洲国它实相跟虚相 其实今天所谓的中华民国 今天的中华台北或台湾 不是正是实相跟虚相吗 台湾是实 但中华民国 中华台北是虚啊 为什么继续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要再次感谢上周市 刚好在摄影棚走出来的时候 遇到多备用董事长 王明毅总经理 廖吉方指引副总 以及胡婉林副副总 他们刚好陪这个国外会主委 这个陈敏玲女士来参观 我特别把这个照片留下来 我们一起合拍 我要引述这句话 我特别要向民事的这四位领导臣致敬 给予我们这个节目新闻大解读 一个公正独立的平台 敏感于心 特别助于胡宗信 全台湾全世界 也只有这节目会做 比如第一阶段叫 日本人为何走向战争 我们要说给习近平主席听的 中国会走向战争 第二 我们要告诉大家 台湾人曾经在满洲国 有他不同的生活之日常 生活之经验 我们就先请卓隆兄破底筋 好 我们今天在谈的是 台湾人在满洲国 就像刚才胡大哥说的 台湾人在满洲国 至少有六千人以上 那这些六千人 遍布上中下所有的阶层 所以不是说只有医生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各行各业 那我今天要来先集中介绍的是 当中的一位 属于比较高层的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一位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介绍过的徐炳先生 是在1945年的四月拍 那一天他在台北的 台湾神社前面拍的纪念照 因为那一天他当选的 这个日本贵族院的议员 在他旁边的这位呢 也是他世界上的伙伴 张元先生 那各位可以看到镜头上面 这边有个小的 那个时候 林雄生先生 也就是他们两位的老板 人不在台湾 所以呢 这个在旁边有刮号起来 那么 然后徐炳先生除了是贵族院的议员之外 他还当了满洲国的宫内府顾问 所谓顾问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那事实上我们看一下 很简单看一下 顾问不是顾门口吗 顾门口 他可能顾在里面 没顾外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在林家花园拍的照片 这是林雄生先生 徐炳先生 张元先生 他们三位呢 基本上就是个铁三角 林雄生当然是老板 那徐炳先生呢 专门负责对外 对外的一些事物 张元先生负责 对台湾内部的一些事物 那你会说 为什么林雄生先生 他需要 把对外的事情 全部交给这个 这个徐炳先生来做 其实当中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 随便举个例子 1938年的时候 那个林家 林家就是 这个 在中国那边的林家 也就是这个 林雄生先生的叔叔 林松寿先生 他就被绑架 绑架之后就消失了 所以当时 其实跟目前 我们在中国 做生意的很多的 这个台商朋友 常常会 会遭到威胁恐吓消失 这种事情很多 那今天的故事呢 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各位看到 这是林雄生先生 还有这个比较少见 这是林雄生先生的弟弟 林雄祥 那么最旁边这一位 所以待会李前辈会提到 蔡法平先生 蔡法平先生当时是 满洲国秘书科的科长 那么同时呢 他也曾经是福建 福州 这个林家的总管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 这两位呢 是要叫蔡法平 要叫这个 要叫叔叔 要叫叔叔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当时1932年 满洲还没有建国 那关东军正准备 要让溥仪能够建国的时候呢 那因为关东军那时候的司令官 叫本庄反 他干涉很多 那溥仪呢 就请了蔡法平 特别飞了一趟东京 找了徐炳先生 要请他跟关东军疏通一下 那为什么要找徐炳先生 我们看这张照片可以得到答案 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徐炳跟日本皇室的人脉关系 中间这位呢 是北白川宫九城的王妃 那么这位是北白川宫永久亲王 这是徐炳 所以他跟日本皇室的关系 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曾经已经稍微介绍过了 可是真正的重点是在下一张 各位这一张照片 也是在林家花园里面拍的 各位可以看 稍微镜头可以抓近一点的话 可以看到林雄真先生 张元先生 徐炳 好 重点在这边 这边这一位呢 这个戴着跟我一样帽子的呢 是这个林一龙 林一龙当时呢 刚从台湾军司令官退下来 然后他的旁边呢 就是武藤信义 一起共有林家花园 那你会说 那共有林家花园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各位看照片的时候 要看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徐炳先生的手在做什么 徐炳先生的右手 拿着雪茄 左手搭着前面这位女士的肩膀 所以看照片不是说 这样回去会不会被太太骂 不是 是他如果在武藤信义 在林一龙的面前 是这样的姿势拍照 你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了 这就是蔡法平先生 为什么要去拜托徐炳 来疏通的原因 那么 我要请教 搭着肩膀什么意思 搭着前面女生的肩膀 不是搭着我的肩膀 我知道 就是说 这个行为原因是什么 这个行为原因是 大家是哥们嘛 是body 然后抽着雪茄 让我想起丘吉尔都 然后卓索拿着威士忌嘛 对 表示我是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 平起平坐嘛 但是大家呢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熟的 就兄弟会 兄弟会 像那种感觉 然后一起共游临家花园 我能不能请教你 溥仪 因为我听过这个李传荣先生讲 事实上 徐炳先生应该就是溥仪的 Kingmakers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你可以从我待会儿 也就是满洲国的最重要的资金 并不是日本财团 而是台湾人的 徐炳先生提供的 有没有这回事 刚才 胡大哥有提到 满洲呢 其实它是一个 国家体制的社会 所以当时的关东军 其实不想要引进日本的财阀 能够引进的哪里 就是台湾的资金 包括林雄真 林家的资金 包括徐炳的资金 所以那个答案是没有错的 我听这个李传荣先生 自己跟我讲 他爸爸那时候 跟徐炳先生 去勘察土地 因为关东军 就给他们土地嘛 他们是坐着飞机 去看土地的 太大了 给他们了 换句话说 台湾人在满洲国 实际上深深影响 而且后来 我们等一下会请教 薄信先生来说 其实台湾在1945以后 很多人才都是在满洲国 经过学习 以及历练过 来继续请 所以蔡法平先生 当作特使 蒲仪的特使 要请徐炳帮忙的事情 是什么 是蒲仪认为 满洲国如果成立之后 日本要是特别的权力 这个没有问题 要经济开发权 要怎么样都没有问题 但是希望关东军 不要干涉满洲国的人事 内政行政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林一龙先生 送给徐炳的字 世家日荣 这样的一个字 那么果然 徐炳就去游说了 这个武藤信义 武藤信义就是 接下来的关东军司令长官了 然后最后才会出现 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出现过的这张照片 就是武藤信义跟郑孝须 还有谢介石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这是在1932年的9月15号 谢介石先生新竹人 我听目前 只要是上一代的新的一人说 那时候谢介石就回来台湾 连那时候日本总统 还对他毕恭毕正 我们台湾说走路有风 不是拿着这个吹风机 不是带着吹风机 叫走路有风 是什么 满洲国的外交总长 满洲国日本大使 那有人说是违满 那是事实 也就是我要这样讲 不管你怎么来 重新界定满洲国 但是正如这位三世信义教授说 满洲国有他的实相与幻相 事实上溥仪称帝的重要资金 来自徐炳先生 他的外交总长 就是谢介石先生 其实为什么呢 很简单一句话 就是威廉克拉克教授说的 Morish be ambitious 有雄心壮志的人 都到满洲国 那时候叫做王道乐土 现在很多台商到中国去做生意 到全世界做生意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用违满 这个字把它否定 不要 这叫他的实相跟虚相 也就是我们上两代的台湾人 应该就是阿公辈的 他们就是voice be ambitious 薄信先生目前担任国际教科文协会理事长 他本身就是满二代 他的副职辈也是在满洲国工作 而且我从他的资料才知道说 那么多人才 黄烈火先生 我们就是那个卫权食品的创办者 养乐多的陈从光 如属加生 我看这个名字还知道说 如果没有满洲国的培养人才 有战后所谓的台湾的经济复兴吗 人才 我不是只跟了蒋经国 或蒋介石来的 这些外省的官僚 或所谓的上海帮 台湾人本身人才 很大部分是来自满洲国的 培养训练学习 我们是不是请李博信先生 来做一个蛮二代 来我们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 战后台湾的满洲国记忆 来请你叙述 刚才谢谢这个左仁兄 跟胡大哥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满洲建国是在1932年 正式建国 在满洲建国之前 会造成满洲国可以建国的 两个重要的单位 一个就是各位都晓得是 关东军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比较不晓得的 就是南满洲铁道国 诸事会社 我们称为南满铁路 就南满调查部 这两个单位是造成 促成满洲建国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那么满铁过去 在1932年之前 已经有不少的台湾人 在满铁调查部里面工作 其中有一位 叫杨基正先生 杨基正先生是台中清水人 他是清水洋家 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包括各位都晓得 杨造家先生 他们都是清水人 他在满铁调查部做事情 后来他转到别的单位 华北交通诸事会社 战后他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之后 他曾经竞选过台中县长 县长没有当选 但那时候的时代 这个选举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包括操作的这种问题 因此他对国民党 就产生相当的不满 以后他就一直在铁路局 还什么地方工作 然后积极致力于民主运动 这一辈子 另外有一位是叫郑瑞林先生 那么他也是在满铁调查部 那么他后来战争结束以后 回到台湾 就到台湾省合作金库 做一个很终极的主管 那么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 满铁调查部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 他的全世界有收集 有关中国的资料 最丰富的三大资料库之一 就是这一个 各位看到 这就是满铁调查部的一个大厦 那么之后 这个郑瑞林也是回到台湾 也没有特别的 他表现得相当的低调 另外呢 刚才这个主持人他讲到 台湾有五六千个人在满洲国 那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到满洲国 而且都是那么优秀的人才 我要提到三个人 第一个各位都晓得 谢介石先生 他是在 他是念明治大学法科 他在明治大学法科的时候呢 他认识了 张勋父平各位都晓得 他的儿子 之后呢 他就在他儿子介绍之下呢 他就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天津 认识了张勋 张勋呢 又给他介绍了 这个当时的满清遗老 包括郑孝旭 张勋 等等 西家这些人 那然后呢 他就跟溥仪就接近了 后来呢 在1931年呢 溥仪到这个 长春去 要穿立满洲帝国的时候 他有 他就跟着他去 当时呢 他就成为满洲国帝任的外交总长 发表之后呢 全日本台湾各地的报纸 很大的刊登出来 是说台湾的一个幸运儿 居然能够当到满洲国的 这个外交总长 引起很大的震撼 尤其是台湾人 那么呢 另外有一位呢 就是这个蔡法平先生 中间这个照片不太清楚 蔡法平先生 他是福州人 那时候福州叫做敏侯 又叫侯关 那么蔡法平呢 他跟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 是一个姻亲的关系 非常的这个亲密 后来他也常居台湾 那么呢 因为郑孝旭也是福州人嘛 所以他就跟着郑孝旭呢 一起到这个新京 在这个之前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蔡法平 得到普渝最亲近的一个 他的师长的指示 到东京去了 到东京去做什么呢 拜访 刚才左人兄 你提到的 徐炳先生 那各位都知道 徐炳先生是台湾人里面 跟日本官方高层的人 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个台湾人 他去拜访徐炳之后 由徐炳再给他介绍 当时的这个日本这个 关东军的参谋长的样子 叫做曾祺 圣山长 拜访他 还有一个即将接任 关东军司令官的 武藤信义 那么他因为马上就要去 接任关东军的司令官 同时也是成为 会成为日本租满洲国的大使 那么 见了面之后 他提出了一些 刚才左人兄有提出的 这些条件之外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他去的是 1932年 希望能够由满洲国执政 改变为大满洲国皇帝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利点 就在这一次 徐炳先生的安排之下 促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由于这三个人都是跟台湾关系 不是台湾人 就跟台湾关系很亲密的关系 的原因 所以也造成很多台湾的静音 都跑到满洲国去 那么这个包括 刚才我讲的政府的部门 金融界 医师等等 他们到那个关系 也就是希望寻求一个新的天地 毕竟他们在台湾的发展有限 很多台湾人 就是会到满洲国去 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本讲坛社有出版一系列的 世界史计划 其中有一本叫做 大日本帝国以满洲 作者是两位 朝鲜义的日本学者 东新大学教授 都东大教授 他们说 在满洲国的学习或者经历 影响两位 日本战后的首相 安信介首相 以及大韩民国总统 蒲正熙总统 他们都同时在战后推动了 日本跟南韩的经济互兴 就是满洲国的计划经济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蒋介石来台湾以后 所进行的所谓的 当然是执行者之蒋经国 所谓的经济改革 过去就国发会前身的经合会 经济合作发展为经合会 我们知道李登辉前总统 也是从这个技术士 技士开始 技士开始的 事实上 所以我在另外专题会谈 大日本帝国满洲 对南韩 对日本 对台湾的影响 我也在邀请王佐龙先生 李柏熙先生 还有邀请林秋山教授 各位有所不知 林秋山教授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50岁上下 自己访谈蒲正熙总统 写蒲正熙总统传 我也请当事人来谈 到底蒲正熙 我们知道 蒲正熙基本上是日本的 军官学校毕业的 所以他事实上深受满洲国的经验影响 我们今天第三位年轻 非常年轻 我姑且称为满三代 何思寅小姐 她运用她的专业 纪录片工作 重新建构她的外公的故事 我们上次在客家文化谈过了 那上次是一个客家子弟的专题 但是我们今天来谈 为什么你的外公客家人 也到满洲去工作 让我想起这个钟礼盒先生 吻专手 钟礼盒先生 因为她娶她的同样姓钟 钟的女朋友 那不为 钟阿妹 不为美容的客家人所容 于是跑到那时满洲国去做 运转手 她开始写作 来 是不是请施盈小姐来谈 阿公的故事 请 我是1988年生的 所以满洲国在过去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课本 历史课本上面的三行字 就是日本扶持末代皇帝蒲仪 所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 还为满 为满 对 为满 对 为满 所以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原来有五六千个台湾人 曾经去到满洲国 然后我外公就是其中一位 这是后来我妈妈告诉我的 我就开始对这个历史感到非常地兴趣 所以开始访问阿公 然后做阿公的故事的口述的记录 这个就是我的阿公 他叫做张喜荣 宫长张 欢喜的喜 欣欣向荣的人 他是1923年 出生在屏东的长治乡 德协村是一个客家庄 他就是今年已经96岁了 和李登辉是同一年生的 阿公他的祖籍是广东梅县 为什么他会在 他会前往到满洲国呢 他是在17岁到25岁 1940到1948年 待在满洲国的一个大城市 叫做奉天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在这边待了八年的时间 他为什么会过去 其实因为外公小时候 他的家境非常地不好 他在五六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还有他的两个弟弟 都因为得鼠疫 所以就都死亡了 所以他的妈妈也改嫁 家里就只剩下他还有他的奶奶 所以阿公从小就是 被负责家境 是孤单的一个人 所以就算他有去上日本的小学 成绩也非常地好 但是因为家境不好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他说假日他都要到屏东的堂场 在那边打工 很幸运的是他毕业之后 小学毕业之后 他进入到屏东客运 在屏东客运那边就考上了车长 那时候的车长都是男生 然后都要背一个腰包在腰上 然后拿小剪刀去帮大家检票 所以他就在那边当车长 后来就是七七事变 就是卢沟桥事变之后 中日战争就爆发 这个屏东的地方也都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日本人开始控管 大家吃的东西 像是稻米 政府就是每一家 你都不可以自己藏稻米 阿公说那时候很多人会把米 藏在香蕉树下面 然后被发现就是被毒打一顿 阿公那时候还在发育 所以他肚子很饿 他受不了天天只能吃地瓜 只能吃菜 所以他就决定 听人家说这个满洲国 那边的待遇好像不错 他村子里他有四个舅舅 其实四个舅舅也都选择到满洲国那边去工作 所以他就想 反正我也是自己一个人 我就去闯闯看 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 花了一年的时间存钱去买棉被 然后买船票 所以最后他就是在他17岁那一年 自己提着一个皮箱 然后一捆棉被 就到高雄港那边去坐船 然后就搭着一艘叫做大连丸的船 这艘船就开往东北的 那时候是他先搭到大连港口 花了六天的时间 到了大连之后他再搭上 那时候是全亚洲最快的火车 亚谢亚号 到了最大的城市奉天 也就是现在的盛阳 那他在那时候的奉天 其实是非常繁华的 因为阿公说他小学六年级的毕业旅行 但是他是到台北去参加台湾博览会 然后他说他其实对台北那时候的印象 就是没什么记忆了 那就1935年嘛 时政四十年嘛 对 时政四十年的那个博览会 但是他说这个奉天真的是太国际化 太现代化了 一到了就非常多的车子 然后有电车 然后有红绿灯 然后有电灯 然后自来水 然后有公园 然后很多的学校 非常的繁华 那时候在铁路的西边 这个铁溪区 也是全亚洲最大的工业区 阿公那时候就很紧张要找工作 因为他说如果就是外地人到满洲国 如果你三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 你就会立即被遣返 所以他就很紧张 他就开始去工厂 然后拿着履历要找工作 可是因为他只有小学毕业 所以都不被录用 后来他就想到 他那时候当客运的车长的时候 那个司机有时候会偷偷叫他开车 所以他就想不然我就去考驾照好了 所以他就到 他就开始去考驾照 然后那时候的驾照 其实跟台湾一样 他们都要先去监理所 监理站那边先上 大概一个星期的驾训班 然后他也要背所有 就是沈阳里面的地址 每个建筑物的地址是哪里 他都要背清楚 然后最后就考取这个驾照 这就是他那时候留下来的驾照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那时候其实只有17岁 然后在那边要考驾照 也要18岁 那怎么办 他就没办法 他就赶快求监理所的警察说 我只有17岁 可不可以帮我多加一岁 我没想到这个警察也很好心 就帮忙他 所以这个证件这边 他写他的出生年月日 其实他是民国12年 但是这边就改成11年 让他就是多一岁 18岁合格 所以很幸运地考到了这个驾照 也有工作 他就进入到一个日本人开的车行 这个车行叫做奉天车行 喉天塔枯西 到这个车行里面 这个车行是日本人开 他只雇用三种人 那时候东北有很多的 像是也有白俄罗斯人 白俄人 吃俄人 也有中国就是有满族 蒙古 各种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但是他只雇用台湾人跟朝鲜人 还有日本人 那你进来这个车行 你不用自己准备车 他们这个车行有50多台车给你开 那就是每个月帮你扣一点钱 一点钱 那你最后如果累积到一定的钱之后 这个车就是你的 所以阿公说他那时候很努力地开车 他大概一年的时间 他就赚到一台车了 对 那当然就是台湾人在满洲国 阿公也回忆这个待遇 其实就是跟日本人是一样的 所以像他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 其实就是台湾小学老师的三倍 对 所以他回忆起 其实在满洲国的生活 其实是还蛮开心的 黄安国教授说 他的令尊翁 黄指正医师 为什么到满洲国去工作 就是薪水三倍 医生也一样 文专手 那时候到满洲国文专手 等于是现在到台积电上班一样 这种比喻 包括那时候日本 是在到台塘上班一样 韩战打了三年 我是指1950到1953 经过最近美国政府解密 是埃胜豪总统对毛泽东 发出严厉警告说 如果再打下去 我就用原子弹 把中国东北的所有的工业措施 把它摧毁 事实上就这个原因而已 但是这些中国东北的工业措施 事实上就是刚才三位所提到的 满洲国他们所建设的 关键在此 关键在此 所以后来这个 1950年发生所谓的东北完的高劳事件 高纲劳素食 因为他们东北有工业要称王 于是毛泽东第一波整肃 就所谓的高劳事件 原因在此 我们再回来请卓榮兄谈到 所谓的正式keymaker 徐炳先生 我们现在可以解密 满洲国的成立跟徐炳先生 事实上有很重大关系 其实当徐炳先生帮了溥仪这个忙的时候 他们两个并没有见过面 那当然为了做事情方便 就给他一个执政府顾问这样的一个头衔 徐炳先生第一次到满洲 其实是在1934年的年底 那个时候已经从满洲国改成满洲帝国了 也是刚才李前辈所提到的 溥仪已经用从执政的身份变成皇帝 这个是溥仪的书房 各位难得看到 这是溥仪的书房 现在保持当时的原貌 然后溥仪就问徐炳说 你帮我这些忙 那你没有什么需要 我这边可以提供的 那徐炳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得到一张末宝 所以就在这个书房里面 溥仪当着徐炳的面 写下了我孟子里面所提到的 居人游易 大人之士背意 这样的一个末宝 各位看到就是这一张 游易 各位可以静静一点 游易 那么就是这个是溥仪的末宝 在这张照片当中 除了徐炳先生的老板 也就是整个集团的董事长 林雄生 还有这个徐炳的太太之外 另外呢 这边这一位 其实就是 孤贤荣 孤贤荣先生 他在他的晚年 其实他最相信的人 就是徐炳 好 这就是孤贤荣先生跟徐炳 还有林雄生跟日本的皇族 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那么 信任到什么程度 其实孤贤荣先生 1937年就过世了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一段历史 正中间这个 正中间这一位先生 其实是孤贤 孤贤荣 跟旁边的黄昌华女士 在1942年结婚 这个后面我们所提到的 现在复联会的那个是 其实是他后面的妻子 因为黄昌华女士很早就过世了 旁边呢 这两位呢 是杜聪明医师 这是杜聪明医师 还有杜聪明医师的夫人 旁边呢 后面站的呢 其实就是 孤贤荣先生的家人 就是孤贤荣跟孤伟府 还有这个黄熙权 这个先生跟他的夫人 最后面这位就是徐炳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这样 而孤政府其实也到过满洲 待会那个李大哥会提到 那么很简单赶快往底下讲就是 徐炳先生他常常会 树梅评生去帮助人家 那么比如说在1923年发生 观众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留学生跟乔生 就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林雄贞 孤贤荣跟孤政府就一起 这个出了一些钱 让这些人 这些台乔在两个礼拜之内 就能够回到台湾 这让我会想到说 之前 我们台湾的维格基金会 的董事长 他也为了庶妹评深 为了去拯救被这个 索马利亚海盗绑架的人 他愿意出手 这就是这个他们的 这个做人的方式 最后徐炳先生跟 他的家族跟满舟的故事 不是只有这样 这位是徐炳的二公子 徐炳姓 你各位看到他穿的军服 其实他那时候 是东京工业大学毕业 1943年他就志愿从军 到关东军去当了 关东军的航空部队的整备 大位就是上位 那么之前我们有提过 在新竹的关系 有一位老兵 他被关到西伯利亚去 其实徐炳姓先生 也是战后呢 在西伯利亚待了三年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是第一批被释放的 那为什么他第一批被释放 因为他的名字是许 所以一看就知道不是日本人 是第一批被释放 然后在回忆录里面他有提到 当时苏联人问他们说 你是要回台湾 还是要回日本 回答回台湾的 全部都送到中共了 你去 再也没有回来 他很聪明 他回答说 我要回日本 所以就被送回去日本 那他的女儿 许英子 是日本现在目前很有名的作词家 徐炳姓先生也娶一个日本太太 对 我听说他在客厅 我听到后人讲说 太太把报纸拿来就拿来了 我要喝茶就来了 那个时代娶日本太太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 你自己拿茶 不然自己拿 现在不一样 女性意识完全不一样 李博信的妈妈也是日本人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我们太太说 你自己拿 要摔尼把就拿过来 那有可能这件事 摔尼把就是脱鞋 我太太是会这样 因为当代台湾女性意识 是会丢脱鞋的 当然我是开玩笑 我太太是文文而言 你小心一点 太太不要 我是开玩笑的 不然回去会发贵 也不会发贵 给你碎碎练一下 很多台湾人才是在 满洲国养成的 包括李博信先生的令尊翁 包括何思英颖小姐的外公 把你们的故事 重点把它讲完 来先请博信兄 那么在满洲国的台湾人 大概分了几个群组 这些组群里面 最被人家注意到的是 在官方做事情的人 还有金融界的 因为满洲中央银行 有很多台湾人 还有就医界的 医界的人数最多 另外就有一些金商的 那么呢 以这一张图来看 这里 而且要当满洲的公务员 有一个重要的资格认定 就是要进入大同学院受训 在大同学院你要学政治学 要学骑马社籍等等 我们台湾的教育没有的 那么这有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里面是刚好台湾有一位佛教的法师到满洲去 上面的这些人给他翻送 都是当时大同学院的学生 包括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这个黄盈泽 跟我父亲一样在新农部 还有赵宏谦 陈锡清 各位都晓得 他最后再回到台湾以后 最成功的就是他 等等 这些大同学院的学生 在帮送他 也就是要当满洲的官员 必须要经过这个部门的训练 就像我们台湾国民党 不是有个革命实践研究院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张照片呢 这是我父亲 我父亲在1943年最后一个职务 是新农部的参事官 薰六等 那么那一位 大约现在政府的什么职务 大约如果算台湾的政府大约 大约应该在庭长级以上 庭长级以上 省政府的庭长级 对对对 庭长级以上 不过那时候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以后 这庭长级以上是最惨 他会被抓去枪毙 就所谓的汉奸论处 汉奸论处 那么呢 您爸爸卡这块钱 走钱 对 所以他逮到人 因为他的老板当选日本的众议员 又担任众议员兼任他们内阁制 要兼任日本的农民省次官 相当于政府次长 对 所以就被他就带回去了 所以逃过了所谓 什么叫长春大围城 等等俄罗斯军 我请教你 从你爸爸的经验 是上一代李登辉前总统叫做 台湾人的悲哀 你有什么感想 简单做结论 你的父亲 那么呢 也就是这些人 包括有很多的学法科的 在满洲当法官 各位看到这一张 这个林凤林 林凤林他在经过好多个 在斯瓦布等等 最后他在哈尔滨法院当推法官 然后呢 林凤人 林凤人是板桥林尔家的长子 他留学也到日本念大学 也到伦敦念大学 也到满洲 他是一个风流才子 很浪漫 所以可惜在1940年 在长春就去世了 另外这一位呢 这一位呢 大家都晓得杨郎周 杨郎周呢 他是东京商科大学毕业的 他带过满洲的很多个单位 后来呢 他当外交官 租泰国一等秘书官 然后呢 后来到哈尔滨 当行政处处长 相当于院侠式的民政局局长 后来呢 战争结束了 俄罗斯军队要进来了 他要回台湾 当地人不肯让他回台湾 不一生这样 因为我要做一个 大日本帝国与满洲 影响到战后的安心界首相 跟普盛益总统 所以再请佐隆跟薄信 跟林秋山教授来谈 大日本帝国跟满洲 影响我们当代台湾 我最要请教何思寅小姐 就是你所做的纪录片 已经杀青没有 思寅小姐 第一阶段有杀青 就是说我们目前有短片 纪录的短片是在网路上 可以找到 我是想邀请你 把你的外公的故事 也另外做个专题 好不好 好 我就用这张照片做结束 因为李湘南 一看就知道李湘南小姐 为什么你要用李湘南的故事 来说明 你的外公在满洲国 请做结论 因为阿公 就是大家不要想说 他只是一个寄程车司机 其实这样的基层工作人员 是最容易遇到大人物的 对 所以像李湘南 就曾经是他的座上宾 他曾经在李湘南去表演 然后在车上就可以交谈 近距离接触到一个大人物 那样是不是要来的 签名 原来你外公还是粉丝 李湘南粉丝 对啊 李湘南也知道他是台湾人 这样子 所以之后 李湘南也要来台湾 拍电影 对 所以之后李湘南每次去奉天的时候 都是叫阿公的车 对 所以阿公是非常骄傲 这个回忆 那他其实也有遇到 就是像他战后 其实大部分台湾人都回台湾了 但是因为他会开车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所以他也遇到了 像是马战山 是当时的马贼 然后他的秘书 也是一个台湾人 叫做杨朝华 其实这个杨朝华就是 美术家杨英峰他的父亲 原来如此 对 所以就遇到了好多的大人物 那最后虽然是 两手空空的回到台湾 但是我觉得阿公的这个经验 其实还有甚至就是 整个满洲国的历史 作为我们现在的台湾人 都是很可以值得借鉴 自己小姐我答应你 等你的纪录片做完以后 我请你跟王总龙先生 来重新建构 台湾人在满洲国 好 那薄熙兄我们另外一讲 我要持续做台湾人在满洲国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今天做的免日一书 我会继续做 我们要重新建构 历史记忆与文化在战线 是台湾主前独立的最前线 历史记忆文化在线 我公开推荐这本书 战后台湾的日本记忆 包括满洲国 这是台湾日本学者 所共同传述的 这本书是一个学术性的论述 但是它用讲故事方式 非常容易读 我希望大家读以后 下次我们跟博信 跟诗盈 我们来做翻外篇 再做两讲 包括我希望播放 这个诗盈小姐做阿公的纪录片 重新建构我们的话语圈 这本书是1945至今 已经过了70多年 到今天 台湾对日本时代的历史记忆 依然鲜明 不少层级的往事 不时被唤醒 何以那个时代的记忆 依然如此清晰呢 台湾人所建构的日本记忆 不只是来自战前的经验 也来自战后的经验 尽管战后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的政策面 弥漫着去日本化的氛围 但日常生活却有着 融融的日本味 比如说Taku Sia 是日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 其实不尽然 藉由这本书的梳理 你将发现历史的偶然 让台湾以日本在战后 再度成功 共沟 亭子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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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吧 这是台湾之后 阿沙拉 对不对 我们再来重新建构 战后了台湾的日本的记忆 非常有趣 好 感谢阿沙拉 谢谢